我住這邊 這裡你看喔 國小在這邊 我家住在這個角落 所以你們家是住北門區 所以我看一下 你來學甲區上學 所以從這裡到這裡 我看一下比例池 比例池 你看這樣差不多 一公分大概是一公里 一比數 所以像你上學 對我眼睛有點不好 坐公車大概要35分鐘 坐公車那麼久 因為他要朝這邊 從這邊到來這邊 沒有直線的 直線的中間卡住了 你知道北門農工在哪邊嗎 北門農工在 那個這裡 這裡 大概在這裡 對對對 所以像你坐公車 大概要40分 因為他就直接下來了 因為他過來這邊 他過來學甲這邊他會直接直走了 對對對 對 我現在要知道你的地圖位置 好 你們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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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華區喔 等一下等一下 你看錯了吧 你怎麼看到南華這麼 這位大哥 你學校在這呢 你家怎麼會住那麼遠 你家住哪裡 他外翻翻太遠 這在這裡 你家在學甲區嘛 東廟 這邊嘛 所以像從你家到家裡 北門農工大概 一二三十分鐘 十分鐘吧 東廟家 十分鐘 東廟國小在哪裡 十分鐘 我了解一下你們家住哪裡 你家住哪裡 你家住哪裡 學甲國小附近 也是學甲這邊嗎 所以大概都十分鐘 有沒有人沒有住 學甲這邊 他住東廟 沒有住北門區 其他地方的 他住東廟 你住哪裡 他住東廟 東廟喔 東廟也在學甲區 東廟也在學甲區 是啊 知識的比較遠 這邊 這邊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住在中廟國小附近 有沒有人 不是住學甲區 不是住北門區的 住台北的 有沒有 沒有 我現在有個家 所以老師跟你們介紹 我現在有個家 北門農工就在這邊 麥可 你們有沒有聽過一個 蕭龍文化園區 在北龍旁邊 對對對 所以到時候 你們畢業之後 你們可以選擇 來我們學校 就讀 在前面就那個 在前面就那個 那個外財 不想要吃 這樣OK 所以 老師帶這個地圖來 就是讓你知道一下 你家 你們現在 就讀的學校 跟你家 跟 未來你們想讀的學校的 這個相對的相關位置 這樣OK 來 老師想 介紹這個 這個你們會讀地圖嗎 比例詞 比例詞 有沒有誰不會讀 他是智障 你是智障 你是智障 比例詞 就是這個長度 太煩了 在地圖上就是 一公里 也就是這個大概一公分 一公分大概就一公里 兩公分兩公里 三公分三公里 你利用這個比例詞 你就可以算出 你家到目的地 到我們學校 大概的一個距離 八到六 六到八公里 好 好 那接下來 老師介紹一個東西 你們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來這個 有沒有人知道這是什麼 數阿菇陶 這個要寫 蛤 這個是我自己寫 說裡面是放什麼 但是你們可能 這個是不是可以擺放 那個 你們不知道這個怎麼 很像畫筒 這個叫圖筒 圖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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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圖 等到你們 鍵 電腦機械製圖 這個圖筒 你知道圖筒怎麼樣 要設計這個有 圖圖的這個圖筒 tends 太小 它可以變 cần open 卡笋 卡笋 卡笋就是你卡它不同地方 就可以放不同的 圖籍 草 以後你們唸電腦機械製圖歌 你們的圖紙就是用這個去放 好厲害 好不好播 這樣知道嗎 這個可以拆掉 可以拆掉 這樣OK嗎 先聽你的外販圖文 好